它隱蔽性夠 096比094的噪音值降低很多 到了95分貝 95分貝比海洋的背景值高一點點 比它隱蔽性又增加了 它的載彈量又大 它隱蔽性夠 載彈量又大 16個 16個分島式之後 有講6個 有講10個的 你乘以6或乘以10 那就不得了了 這個換句話是比前面兩個 地窖式的中繼彈道飛彈 還有掛在轟6N的 這種空射的巡运飛彈 掛了核彈頭 都來得有效 現在中共正在研發 目前正在初級作戰測試的 轟20逆中的 長程的逆中戰略轟炸機 它還沒出來 它現在的數據出來 是能夠飛到8千5百公里 那就不一樣了 如果它能夠飛到8千5百公里 轟20出來又有逆中效果 那可能又會 它又會焦點 又從096的核動力的 彈道飛彈潛艦 轉移到轟20